两则最新消息我们先带您关注 以色列很不平静 因为就在伊朗发动空袭前不久 台拉维夫亚法传出攻击事件 造成六人死亡 九人受伤 而这起攻击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大道上 这是亚法区一条重要公共交通路线 在当地时间周二晚间 有两名枪手手持步枪 对路人展开攻击 虽然最后被其他人制服击毙 但还是造成六人不幸死亡 还有九人受伤 而目前伤者都已经送往医院进行抢救